全油管最快新闻 江西全省民政工作座谈会召开 会议强调深化婚丧领域一风一俗 构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江西省民政厅公布了南昌市和福州市 在彩礼改革方面的先进做法 南昌市建立红白理事会 修订村归民约 有效遏制高价彩礼和大操大办等漏俗 福州市通过限额标准和婚姻登记新场所 取得了降价幅度最大的成绩 其他地区如干州安远县也推出 零彩礼、地彩礼、家庭礼遇机制 通过正向激励减少彩礼负担 江西彩礼问题引发社会贯注 各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推动一风一俗 一风一俗是一个长期任务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本新闻重点报道了江西省在婚丧改革方面的进展 通过建立红白理事会、修订村、归民约等措施 一些地区成功遏制了高价彩礼和婚丧露俗 同时限额标准核心的婚姻登记场所 也带来了彩礼降价的效果 这些措施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要实现一风一俗 仍需长期努力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彩礼问题牵涉到婚姻观念、财经状况等多个方面 需要全面的政策和思想转变来引导 希望江西能够在婚丧改革方面取得更多成果 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